国务院委员兼外长秦刚是在8号的时候 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美国国务院表明说布林肯想要访问中国大陆 并且一中政策没有变 但是我去看了中国的外交通告 基本上全篇不见伯恩斯的任何表述和任何总结 更没有看到双方有达成任何的共识 他们两个是不对等的 一个是外长一个是大使 大使是属于执行单位不是决策单位 所以他是来传话 他一定是去传话跟中方讲说 美国真的很想来 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 那到底我们要做到什么 那你就可以接受布林肯来话 布林肯已经是又又又又好几次了 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就是去问中方的底线 说大概你们是要在怎样的情况 布林肯才能来 所以当然这种话怎么写 所以你就看到秦刚跟他讲说 第一颗扭扣没扣好后面就写了 那一颗扭扣就是台湾问题 我是觉得比较可能是这样的场景 就伯恩斯去传达长官的旨意了 说我就是要去中国大陆 那到底是卡在哪里 你叫他讲底线好不好 你是说布林肯 对对对对 那伯恩斯当然就要去 就是这样了 好那我们就反过来再推 全篇不见伯恩斯任何的表述 是不是中国已经给了他软钉子 那个秦刚事实上 他讲的就是说 台湾问题就是那颗扭扣 可是美国过去私信 他事实上也没有讲很细 事实上就是从那个巴厘岛那个见面 那个时候不是讲的四部一无意吗 那中方认为 美国你对新华社后来的 四部一无意的一个新闻稿 你也没有反驳 可是事后看来你完全没有执行 而且是反着干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是台湾问题 那美国显然是反着干嘛 那还有搞新冷战 也是反着干嘛 然后做经济制裁也是反着干嘛 所以我觉得从那个时候之后 不止秦刚啦 实际上我认为还包括更高层 比如说王毅啊杨洁篪啊 甚至包括习近平啊 大概都有这种感觉啦 就美国说话又不算话那干嘛 那我跟你接触有什么意义 因为中方现在可能会有一种 又担心啦 就是说你布林肯是不是要借着 美中会面 然后又要演一场过场戏了 帮你做了嫁衣 然后又美国又要去凸显说 你看我可以搞定中国啊之类的 那中国不想陪你玩这种游戏嘛 因为他自己也很忙 事实上最近其实刚刚非常忙 你看他搞一大堆事情啦 中亚然后现在要去欧洲 对不对 他可忙的很 所以一般会理解为 博文师是来传话探消息 一般是这样